桃園機場塔臺在今天上午九點半 接獲通報 疑似有無人機 在機場進航區內飛行 桃園機是一度進機關閉 暫停航機起降 不少航班因此延誤 有超過九百名的旅客受到影響 在塔臺通報 航道下方 看見不明飛行物之後 為了維護飛航安全 桃園機場是暫停起降 大約四十分鐘 確認沒有異常的活動之後 航道才重新開放 而在上個月 陶機也才發生無人機闖入 也是一度暫停起降 陶機公司表示 無人機闖入機場管制範圍 會造成飛鞍嚴重威脅 可以依法移送民航局 以及建議重罰